大家好,Facebook的朋友,你們好,Share news的朋友,你們好 今天星期一,6月7日,Lulu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幣圈三件事 第一件事,紐約州的參議院通過一個法案 就是禁止加密幣挖礦 禁止加密幣挖礦 36票對27票通過了 這個禁止是禁止兩年 先停兩年,先看清楚 不是說一刀切都停了 他就說之前發了牌的就繼續營運,但不會再發新的牌照 他不是禁止不延續而已,暫停而已 暫停新牌而已 因為很奇怪的,你說停兩年 兩年之後再看看怎樣 那我現在做還是不做? 因為有Premises,有Premises 的Renting 你有損耗,你的機器放得內疚 有Ware out,有很多東西的 你不可以人家說,你一天停一天不停 你認為有違法,有違規的 那當然引起整個幣圈的 極度不滿 很多不滿 當中,例如EGIC的創辦人 Vison 也有提出的 即使是Proof of Work 他也覺得不應該是禁止的 但其實現在雖然參議院通過了 州長還有最後一個否決 一票否決 現在正在看,有些人覺得 我在電腦執行一個代碼 執行一個代碼 代碼就等於一個言論 要保證言論自由 我在電腦執行一個代碼 你是不應該禁止的 其實這個他又說得很對 不要說代碼 你不要理會人家 我的電腦,我經常在打遊戲 我都耗用很多的能源資源 我打遊戲就行 我打那些遊戲 很多Wall Game 很多鬼體都很喜歡玩 Wall Game 就算是那些代入感的真人 代入感的遊戲 其實都是耗電的 當然多與少還是24時 平凡運作是兩個概念 你可以打遊戲打三五七日 如果你說一千二千日也能按得來 當然理據可能會充分些 不然也不會太細節 所以也有爭議性 有增議性 36-27,其實可以看看歐盟有類似投票 是否決了,當時是24-32票 看看後續的發展是怎樣 只能看看後續發展 你也知道紐約州零食是多東西 最第一批是關於發款,關於Tether 某些蜘蛛公司的運作 他們也知道是怎樣的,再看看情況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分享一個鏈藏數據 Glassnode的鏈藏數據分析 3萬元以下,很多長期持有者不斷在屯房 但似乎缺乏一些新的買家 怎樣可以看到呢? 看回非零的錢包 即是比特幣的錢包,不是零的 錢包的增長其實沒有什麼增長 都是橫行 即是Number of 錢包橫行 可能它的Total Value Locked 又是難行 即是沒有新的用戶 新用戶和新錢 但其實看到100隻BTC以下的 比較少的錢包 以及1萬隻BTC以上的大錢包 是有增長的 即是BTC的量是有增長的 其中100隻以下的增長 在這段時間買多了大約8萬7百隻BTC 剛好抵消了LUNA 當時它持有8萬隻BTC 消化了 消化了 所以看到市場 全部都是一些舊的人不斷在屯房 暫時就有新血加進去 傳統的說法 一個人的荷包裡面有多少就是多少 你不可能會生出來 所以有些人 因為有些價位跌下來 很多時候就像做股票的角度看 就坐了艇 他也不會拿新錢出來去買東西 除非有很突發性的消息 有很特殊的消息 或者得罪的情況 全世界都批了 加拿幣一定要成為未來的一個 你們沒有就很快點來 就會有一個 可能會做一個搶購的需求 是 騙得歪斯的話 我們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都是 我會覺得 怎麼說呢 都是叫這個 等待 只要等待 再看看那些人會怎樣 是 好 其實 買100隻 每瓶都不是很手 是不是 你說二、三十隻到一百隻 那些錢包應該增加量 是正常的 是 那些應該屬於中產一些 OK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 我們常說 一業之秋 其實一些微細的 看到整個幣圈怎樣 現在發現美國一個比較大的交易所 Germany 它宣佈10%財源 反映到這個幣圈進入寒冬 生存空間開始出現問題 其實Coinbase之前已經宣佈了 它不再擴偏了 不會再大量不招請新人 起碼在美國來講 這個加密市場或者交易所的方面 人手都已經出現過性了 你要這麼講的 Activity 去支援它 是的 你的幣價的asset 當大家沒有什麼炒作 沒有什麼Marketing 要做的 或是Technical Technical 要再有突破 在0-100%可能突破很快 100-200%的突破可能要很慢 所以就算你有千千萬萬的人手 或者不要說千千萬萬 例如過往剛開波 很多交易所剛開始設計時 很多人集中整好 已經8-90%是很帥氣了 但要從8-90%去到100%或120% 再增長或者升級 你用Existing 的人 其實未必有80%的人幫不了 可能有80%的人 80%可能已經是一般的Mainternance 維護 是不是呢 那些呢 他們就說是不是叫Disposable 所以經常做工作都是這樣 我們以前有些大佬說 你一定要做 你一定要身為你的工作 你才有價值在 你一個Disposable 你就有你又可以 沒有你又可以 即是當一些Stable up 了 停好交易所運行運作 Customer Service 全部都穩定了 有機械人幫忙 那麼有很多人 人手方面其實就在某程度上 除非你那間Company 或者那個某個幣 related的幣 它有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 例如Binance 他們還有很多空間 有很多新的東西在玩 那它可能還需要維持一些人在 可能還需要增長 因為可能有新的類型 尤其是現在講的MetaWords 很多人現在浸淫式的VR等等 這些可能是某些技術 可能對某個特別的一種要求 很傳統的Coding and Decoding 一些傳統的Blockchain 其實已經是沒有什麼突破性 是的 記者有問過趙長鵬 他就說Binance來說 他任何時候都會聘請 是的 因為他還有擴充 因為他在國際上還有很多地方 提一提 FTX的Sam 他們主要都是行精英制度 他們的人手是極度精簡的 其實FTX 剛剛拿到日本的牌照 正式成立了FTX JAPAN 合規的交易所 但是他沒有說到有多少員工 但是其實他們員工的數目是很minimal 很少的人手已經做到很大的效益 其實是 因為他要明白 他現在FTX 最大的動作 就是我給你一些產品 給你賭 他現在還要加一些優勢 其實在FTX 那個環節裡面 他是更加傾向走向於 你做一些交易 更多的 我們會看到 看看究竟他的分別在哪裏 這兩間都是值得留意的 因為這兩間仍然在膨脹 但是至少看到美國的市場 似乎有少少保護 前景就比較立刻一點 比較麻煩一點 大家留意著 因為YIF的升級又是一個問題 還要等 然後大家才可以看到 BTC就還好一點 在29,000左右 今早上升了31,000 上升了31,000 上星期尾就維持了 所以3萬是一個 我相信這次的27,000 是一個很大的關口 27,000 因為已經三、四次沒有下去了 OK 大家小心點 明天我們再見 OK 拜拜 字幕提供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